日本政坛地震,安倍内阁一天之内两位女大臣辞职 这是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首次有内阁成员被迫辞职 分析指,事件对安倍政府造成重创 尤其目前日本国内对经济前景一片看淡的背景之下 被寄予厚望的经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去职 将严重打击安倍执政的经济基础 卷入政治现金丑闻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 早上向安倍晋三提出请辞 安倍表示接纳 小渊由于为其后援会等会员举行的官聚会收支差额问题 疑似行贿选民,自认为难以进行充分说明而辞职 另外,小渊优子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上 也被揪出资金竟被挪用来购买私人物品 如化妆品及衣物 包括他亲戚所经营的婴儿商品 安倍在第二次内阁改组中启用五位女性 其中40岁的小渊优子被视为内阁之花 是安倍内阁的标杆大臣 小渊优子为前首相小渊惠三之女 据称在自民党内人员颇佳 政治路线温和 坊间甚至传说 安倍有意将小渊培养成日本第一位女性首相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副所长刘俊波分析认为 小渊优子的辞职将极大的影响安倍经济政策的落实 小渊这个她呢主要负责的是这个安倍的经济学的一些落实的问题 包括日本的一个能源政策 其实也就是安倍比较关心的这个和反应对重启的问题 那么她的辞职呢会非常大的影响到安倍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个落实 另一位女性格员法务大臣松岛律 过去两年制作了总计近两万两千把扇子 在选区舞会等场合分发 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 下午也提出辞呈 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内阁十分稳定 不曾有割料辞职 然而内阁改组后警一个月 经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和法务大臣松岛律 皆因丑闻而被迫辞职 而他们的辞职必将对安倍政府造成重创 增加执政难度 刘军波分析指 两位大臣离职除了对其执政有影响外 还要面对来自在野党的问责压力 接下来安倍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 因为现在的日本的反对党 已经提出一些要求 要求对日本安倍内阁进行一个追责 说他用人视察 所以我想安倍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局面 做一个尽快的切割 共同社分析称 安倍有意通过重视女性 提拔女性来重振旗鼓 最终安倍创纪录的一口气任命了五名女性格导 还别出心裁的设计了女性活跃担当大臣 就在上周六三名女格导总务大臣高市早苗 国家公安委员长山谷惠离子及女性活跃担当大臣友村质子 趁着秋季大季参拜了靖国神社 受到中韩两国的严正批评 也给正在努力争取实现中日领导人会面的安倍 带来了压力和麻烦 如今小渊和松岛率的辞职又引发连锁效应 安倍政权女性活跃的政策招牌将摇摇欲坠 给安倍带来重创 比如说在当前日本希望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情况下 这几位格员的这种做法反而损害了安倍现在的外交努力 同样的另两位格导 遇现前的丑闻 他们反而成为了拖累安倍执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想安倍会非常讨断 因为如果处理不好 难免会重蹈就是当年安倍 就是说被迫辞职下台的这种局面 安倍在2006年至2007年第一次执政时 曾经也有过因政治与金钱问题格导相继辞职的惨痛经历 当时格导的丑闻大大削弱安倍政权的力量 安倍本人最终也以身体不佳理由而请辞 工农社公布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 安倍内格的支持率较上月下跌6.8个百分点 跌破5成为48.1% 除了受小约优子等人政治资金问题的影响 还有对当前日本经济状况不佳的不满 日美合作方面 共同社报道 两国政府将于11月8号至19号 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实施自卫队与美军的联合演习 在冲绳县进行的常规训练则延期 以免影响同期举行的冲绳县知识选举 举悉 此次联合演习的目的在于提高日本在受到武力攻击时 与美军共同应对的能力 约有3万名日本自卫队员 30艘船 260架飞机和1万名美军士兵参演 还将在洛尔岛县严美群岛附近的无人岛 将人物离岛实施夺岛训练 届时 双方除了在野美大岛和冲永良部岛部署地对舰导弹部队外 还将分别在石川县白山周边实施航空救援作战 在九州东侧海域举行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与美军航母的演习 另外围绕着日美军新型运输机MV22鱼音的使用问题 日本正逐步将其训练基地由冲绳转移至日本本土 并计划在自卫队部署 日美政府希望通过防灾训练为扩大鱼音的运用创造环境 并减弱日本民众对此的反感 日美还就中日美军基地环境调查达成新协议 新协定明确地方政府对境内美军基地的调查权 美军采用更加严格的环境管理标准以保护环境 日方则负担一定的环保费用 以此减轻冲绳基地的负担 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周二访华 出席APEC财长会议 中日高层经济对话有望明年重启 而为了实现下域APEC会议上 安倍能够与习近平会晤 日本方面经济频频地发出改善关系的积极信号 而针对安倍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 其内阁阁聊前往参拜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就表示 日本一些为中日关系开倒车的人 要负历史责任 应该拿出行动来纠正错误 崔天凯周日参观了国家记忆图片展 中美在二战期间的合作大型展览 展览以70多年前中缅印战场上 中国远征军与美军的历史影像为主 旨在让观众了解更多二战期间 中美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真实历史 虽然二战已经结束近70年 但近期安倍内阁三名阁僚前往参拜靖国神社 安倍本人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供奉祭品 此外由日本国会议员组成的 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集体参拜 到场的有110人 对此崔天凯表示 希望这些人也能够到这里来看看这些图片 根据外交部周一发布的消息 亚太金河组织第二十二次非正式会议 将于11月10号至11号在北京召开 近期包括安倍在内的日本政府官员多次表示 希望能在会议期间促成安倍与习近平的会晤 崔天凯对此表示 日本方面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的改善关系 而应该用实际行动来纠正错误 中美关系最近几年遇到很多困难 这个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局面 所以那些往后开倒车人 他们要负历史责任 但他们既然做了这样的事情 就应该拿出行动来纠正自己错误 如果不纠正错误 广追求一些形式上的东西 恐怕并不解决问题 刘军波指出 崔天凯大使的表态 点破了日方当前的计量 日本方面一段时间以来 希望通过领导人会晤这种方式 向外界或者说向日本国民释放一种信号 也就是说安倍的外交是有效的 或者说积极的 政界所在 还在于日本方面确实采取一些措施 在历史问题上 在领土争端问题上 要满足中方的关切 这样才能推动中日这种友好关系 回到原来的健康轨道 实际上为了追求中日领导人会晤 在形式上改善中日关系 安倍政府的确做了大量铺垫 安倍甚至还在九月底 日本的临时国会上 首次喊出了中日友好烂暖场 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就报道 有日本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 安倍与习近平的会晤 已筹划数月之久 两国对此进行多番外交决例 不过目前还没有收到 中国方面的最终答复 而日本方面评估 届时两人将在APEC会议间隙 举行简单寒暄 时间可能只有15分钟 该官员还表示 两人的短暂会面 不会谈及实质性的问题 但日方希望此次会面 能够带来中日关系改善的象征意义 即便是会面 也是一种礼节性的会面 不会谈些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中日关系的改善 还要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 他们可能会在走廊上安排健安面 但决定不是一个安倍心中 所向往的一个峰会 日本方面也在谋求经济层面 与中国关系的突破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中日两国政府上周五确定了 冲击由双方经济部长及官员 参加的中日高层经济对话的方针 最早将在明年内举行 报道说 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 麻生太郎将于周二期访华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APEC财长会议 届时麻生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举行会谈 预计将就中日重启经济高层对话 在实际上达成协议 中日经济对话 自2010年8月在北京举行以来 一直处于中断状态 如果想实现中日经济关系 这种顺畅的发展呢 那么还是需要日本方面 在政治上做一些姿态 要消除政治上的障碍 日本经济新闻还报道称 日本方面同时还在寻求 麻生和李克强总理举行会谈 报道认为很大程度上 这同样是为在APEC期间 实现安倍晋三和习近平的会谈 而营造环境 麻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就是一定要确保 在APEC临近之前呢 继续能够保持中日领导人会晤 这么一个动力能够持续的存在 这样的话会有利于 就是安倍首相来来中国的时候呢 推进一些与中国的这种互动 联合早报日前发文指 实际上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 很大程度是美国在中日之间 施加了一间计的结果 文章说 作为日本来说 完全可以选择中立 在政治安全方面 依赖或倾向于美国 在经济贸易方面 保持与中国的关系 使自己两边得好处 但日本却选择了 另一条不归路 跟随美国 成为美国的马前卒 遏制中国的崛起 文章认为 对于中国来讲 一方面对于日本右翼的挑衅 必须重拳出击 另一面 中国必须认识到 中国的战略目标 依然是确保自己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 中日之争 幸灾乐祸的是美国 所以从这一角度考虑 中国可以考虑 见一下安倍 有分析指 目前安倍在整个东北亚的 外交处境非常孤立 与中韩俄等邻国 都关系僵持 因此 安倍急需通过实现 与中韩领导人会面 打破外交孤立 能不能 就是确实采取一些措施 满足中国和韩国 这些国家的关切 如果日本能够做到 那么我想 日本的这种外交局面 会逐渐地盘活 继续玩弄这种两手策略 或者是这种小动作的话 那么 即使出现一种缓和 我想这种缓和 也是短暂的 好的 马上来连线 特约评论员刘和平 刘香你好 那么我们看到呢 继卷入政治现金丑闻的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 小渊幽子之后 另一位女性格员 法务大臣松岛律 也请辞下台了 那您怎么来看 安倍政府当中 一天内有两位 女性格员辞职的现象呢 我认为对于这件事情 假如我们不就是认识 而是跳脱出来做一个分析 或许就可以对日本政客 内外有别 畸形的政治道德 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今天请辞了两位女性格疗 小渊幽子和她松岛律 仅仅是因为在 政治现金问题 使用上面不当 而且数额并不大 就主动承担起了 自己应该承担的 政治道义责任 与相关的法律责任 然而我们知道 70年前 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 可是侵略他国领土 杀人越货 集体强奸民女 这种实而不设的大罪 面对这种滔天罪行 安倍内阁中的三位女性格员 却毫无悔意 甚至不以为此 反以为龙 共能以参败的方式 来美化其侵略行径 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 日本右翼政客 实际上拥有的是 伤从的人格 伤从的政治道德标准 也就是对内一套 对外又是一套 对内 当面对自己的国民 面对自己国内的法律和道德的时候 他们是善于反省 勇于承担责任的 有些政治人物甚至会因为自己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而切腹自杀 但是对外 当面对他国人民 面对国际法规和道德的时候 他们就完全换了一副面孔 变成了另外一种不讲公义 不讲道德 践踏国际法规 甚至是让我们完全认不出来的陌生人 这种内外有别的政治道德和政治责任意识 实际上是日本政治尚未完全走向现代文明的表现 也是导致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的根源 那么在您看来 两位重要的女性格员的突然请辞 会对安倍的执政带来多大的冲击 那会不会因此而影响到日本的外交政策呢 对于安倍内阁中两名重要女性格员的辞职事件 我有这么几个基本的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 作为中国人 我们总是喜欢从中日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无疑是对的 但是我认为啊 这两位女性格员的辞职 纯粹属于日本的内政 跟日本的外交 尤其是跟中日关系的瓜葛并不大 小冤优质和松岛律 仅仅是因为涉嫌违反了日本的公治选举法 并不是因为跟安倍在外交理念上 存在着冲突而下台的 相反 对于安倍已已孤行的错误外交政策 只有日本的民间与在野党存在着一些反对的声音 自民党内部却基本上是铁板一块的 那么我的第二个判断是 虽然受这件事情的冲击 安倍内阁的支持率 击跌了近7个百分点 跌到了48% 然而在一个多元化的选举社会中 48%仍然是一个非常高的支持率 因此安倍的执政大体上仍然是稳固的 那么第三 受小冤优质和松岛律 政治丑闻的影响 虽然执政自民党的支持率有所下降 再也民主党的支持率有所回升 但是民主党跟自民党的差距 仍然是巨大 而且无法在中短期论米平的 换句话说 民主党仍然无法改变日本政坛那自民党一党 独大的政治生态 无法撼动自民党的执政地位 那么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不仅日本专家认为 日本的经济形势正在走向恶化 而且多达六成的日本年轻人认为 50年后的日本将是一片灰暗 那对此您怎么来看呢 我记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竞选期间 曾经有过一句名言 他对自己的竞争对手老布什说 笨蛋 问题出在经济 我认为这句话套在今天的安倍身上 仍然是适用的 从中长期来看 假如安倍的执政基础出现了动摇 自民党再度丢掉了政权 那问题肯定并不是出在某个六个阁员的 去留问题上面 而是出在日本的经济问题上 我甚至认为不仅安倍的政权 甚至将来日本强国地位不保 根源也将会出现在逐渐走向筛退的日本经济 因为日本不仅是国土面积狭小 自然资源贫乏 而且跟人口老化与萎缩一样 日本整个国家实际上都处于老化与萎缩的过程当中 过去150年来 日本在亚洲的崛起实际上是属于透支性的 早就超过了其人文地理环境的期限 那么这也就注定了安倍跟中国的博弈将会是四倍功半的 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安倍上台以后一心想跟中国较劲 以巩固右翼势力对自己的支持 但是这种过急的外交政策 最终又将会反过来导致安倍政权的不稳定 事实已经证明 安倍在外交上的倒行逆施 不仅会给日本带来道义上的危机 更重要的是会给日本安倍政权带来经济上的风险 会影响到中日韩三国经济的整合 影响到日本的经济发展 我认为当前安倍急于修补中日和韩日关系 急于实现中日韩首脑会晤 根本原因就在于这里 好的 非常感谢刘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谢谢